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周一发生的纳什维尔校园枪击案震惊全美 警察局局长约翰·德雷克今天公布了最新的调查进度 他说警方已经会见了枪手的父母和学校官员 但尚未发现袭击者过去曾经与这一所学校有何过节或是矛盾 德雷克说枪手此前一直在接受情绪障碍治疗 并在过去三年中合法购买了7支枪 将他们藏在家里没有让父母看到 警方目前也没找到枪手存在的精神或心理问题 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行凶之前对社会存在威胁 这名凶手名叫奥黛利·黑尔今年28岁 他在大学的授课老师说 开学的第一天黑尔不知道如何设置密码 突然就变得心烦意乱 并且愤怒地离开了教室 老师说这也是黑尔在大学期间的唯一一次情绪爆发 平常只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异想天开和孩子期的普通学生 据知情人士透露负责审理前总统川普 封口废案的曼哈顿大陪胜团 目前计划在4月5日之后 进行长达一个月左右的休息 而且根据消息人士称 大陪胜团也不会在明天或下周审理该案 这意味着下一次开庭可能至少也要等到5月份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发现 55%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有些严重 32%的人认为非常严重 62%的人还认为该案件是处于政治动机 而不是法律 不过受访者中也只有29%的公众认为川普在这起案件中保持了诚实 因此目前来说这一起封口废案也将暂时告一段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公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访无邀请 泽连斯基说我想和他谈谈 我们在乌尔战争前曾有过接触 但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多里就没有了 这位乌克兰领导人此前也曾经向习近平发出过邀请 但都遭到了中国的无视 习近平在上周访问俄罗斯之后 原本预定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也最终告吹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保持着沟通 但在泽连斯基的邀请上 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 随着OpenAI所推出的ChatGPT问世之后 有关于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 就引爆了互联网的讨论 今天包括马斯克在内的数 数十位科技界领袖教授和研究人员 发出了一份公开信 呼吁各大厂商停止培训人工智能系统 至少六个月 理由是会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深远风险 前几日OpenAI所推出的新版GPT4 其功能已经扩展到能顺利通过大学考试 起草法律诉讼文章和建立工作网站等等 信中说现在必须暂停比GP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他还表示全球的人工智能专家们应该利用这六个月 共同开发和实施一套安全的 能够排除人们担忧的共同协议 他们认为最近几个月 人工智能实验室陷入了一场失控的竞赛 全力开发和部署更强大的数字思维 甚至连他们的创造者都无法理解预测或可靠的控制 信中在最后补充说 如果不能尽快暂停 政府就应该介入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等最新动态